欢迎来到科学微学习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科学中的小视频概念 揭开软病毒病的面纱 揭开蛋白质错误折叠之谜 介绍 软病毒病也称为传染性海绵状脑病 TSE 是一组影响人类和动物的罕见且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这些疾病的特征是正常细胞蛋白质错误折叠成异常形式 导致一系列事件导致严重的神经损伤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深入研究复杂的软病毒疾病 探索其成因、类型、症状、当前的理解 以及正在进行的旨在解开其谜团的研究工作 了解软病毒病 软病毒病是由大脑中异常软病毒蛋白的积累引起的 软病毒是错误折叠的蛋白质 能够诱导正常蛋白质错误折叠 从而产生连锁反应 这种转化导致异常软病毒蛋白的积累 导致脑组织的破坏和特征性神经系统症状的发展 软病毒病的类型 软病毒病可分为几种类型 包括克亚氏病CJD变异型克亚氏病VCJD 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FFI和Gerstmann-Strossler-Sanker综合征 GSS每种类型都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特征 疾病进展和受影响的人群 一些软病毒疾病是通过食用受污染的组织而获得的 而其他疾病则是遗传的或自发产生的 临床表现和症状 软病毒病的特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恶化的一系列神经系统症状 常见症状包括认知障碍 记忆力减退 性格改变 协调和运动困难 肌肉僵硬和快速进展的痴呆症 这些症状可能因特定的软病毒疾病和受影响的大脑区域而易 成因与传播 软病毒病可以由于基因突变而自发发生 通过家族传播遗传 或通过接触受污染的组织或医疗程序获得 最著名的软病毒病传播例子是变异型CJD 据信这是由于使用了患有牛海绵状脑病 BSE也称为疯牛病的奶牛的肉引起的 当前的理解和诊断挑战 软病毒病对诊断和治疗提出了独特的挑战 异常的软病毒蛋白很难检测到 明确的诊断通常需要死后脑组织分析 此外 没有可用于治愈或减缓软病毒疾病进展的具体治疗方法 使得管理重点放在症状缓解和支持性护理上 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研究人员不断努力加深对软病毒疾病的理解 并开发新的诊断工具和潜在的治疗方法 正在进行研究以调查软病毒蛋白错误折叠的机制 探索潜在的治疗把点 并开发新的方法来检测活体中的软病毒 这些研究工作为改进诊断 治疗并最终预防软病毒病提供了希望 结论 软病毒病仍然是神秘且具有破坏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目前尚无治愈方法 软病毒蛋白错误折叠和传输的复杂性给诊断和治疗 带来了重大挑战 然而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继续揭示这些疾病 为未来再早期检测 治疗干预和预防策略方面取得进展提供了希望 通过支持研究计划提高认识和促进合作 我们可以为更好的了解 有效管理并最终征服软病毒疾病的未来做出贡献